人气美女主播小林麻央因为罹患乳癌 近三年都在对抗病魔 而她22日晚间向丈夫倾途我爱你后 渐渐没了力气离开人世 她的歌舞剧演员老公是川海老藏 也在部落格写下 今天是人生泪流最多的一天 海老藏23日召开记者会 她哽咽的说 昨晚结束表演人留在剧场练习 但后来就看到岳母穿烂 说麻央状况不好 医生建议所有人回来 她便立刻赶回家 但老婆已经病倒 说不太出话 最后轻轻地对她说我爱你 就离开人世了 而她说到这里也止不住泪水 眼面哭泣令人难过 小林麻央和姐姐小林麻夷都是主播 她在2008年进入日本电视台 主持新闻线节目 因此认识了丈夫海老藏 并于2010年结婚 隔年生下女儿立和 2013年再生儿子劝玄 离癌后去年9月 开设部落格分享自己 接受手术化疗以及家庭生活的点点滴滴 正面态度感动无数网友 为了家人努力坚持 只可惜无情病魔还是带走了她 享年34岁 有一个美丽的小鱼蛋 她的名字叫做小薇 她有双 轮流的眼睛 她悄悄偷着我的心 小薇啊 不错 知道